天父的孩子 今天都好吗 谢谢上帝让你陪我一起灵修 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你知道吗 耶稣已经承担了你所有的罪与罚 但是还有人以为 他们必须努力做得更好 才能够变得更公义 一旦没有做好或做错事 就自我控告 他们宁愿自责 让自己感觉比较谦卑和圣洁 可惜圣经说 这是自义 不是神的义 你可能会问 我明明就是一个罪人 甚至到现在还有很多的罪还没有认完呢 怎么能够称义呢 问得好 圣经说 我们之所以成为罪人 是因为亚当一个人在伊甸园犯了罪 而不是我们犯了罪 而不是我们犯了罪 同样的 我们成为义人 也是因为 耶稣一个人在十字架上的顺服 并不是因为我们行出了公义 在新约之下 你向神认罪 是因为你已经被赦免 你是来到神的面前 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失败和人性 而不是祈求赦免 因为 你之所以能够得到赦免 不是因为你有没有做认罪的祷告 而是因为 无罪的耶稣 代替你 成为了罪 同样的 当你犯罪 神却仍然称你为义人 也不是因为你的行为有多好 而是因为两千多年前 在十字架上 进行了一次超自然神圣的交换 耶稣取代了我们成为罪 我们取代了耶稣成为义 无罪的耶稣 替我们成为了罪 祂在十字架上 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与罚 只要我们相信 并且接受 祂在十字架上 赐给我们的公义 我们每一天 都在耶稣基督里 被称为义人 义人是一个身份 如果你软弱了 顶多是一个软弱的义人 不会变成罪人 同样的 一个罪人 也不会因为 做了善事 就变成义人 他顶多是一个 做了好事的罪人 只要你接受耶稣 在十字架上 替你成为罪 你就在耶稣基督里 成为义人 圣经说 因羔羊的血 我们可以胜过魔鬼 如果你犯罪 请提醒自己 耶稣的宝血 正在不断地洗净 你每一个罪 你继续地宣告 你是义人 你必能够胜过罪 罪必不能挟制你 魔鬼不能拦住 你在基督里继续蒙福 但是为了攻击你 所造的武器 也都要失效 因为你已经住在 全能者的保护中 大有平安 谢谢你 拨出宝贵的时间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做今天的 祝福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你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你而死 又为你复活 迎着耶稣的血 天父已经赦免了你 过去 现在 未来 所有的罪 耶稣就住在你的心里 你已经因性称义 永远得救 你是蒙恩得救的义人 你必因性得生 你的祷告 已经蒙神垂听 你已经大大蒙福 深深被爱 备受恩仇 永远记得 天父爱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